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、压迫、奴役我们 谁妄想这样干 必将在14多亿中国人民用蟹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哇 这烟花放的 这千少的 酸了吧 七千万 要的就是看你这个醋酸劲 明脂明膏 继续酸 啥明脂明膏啊 这叫做制度优势 你们习大大说的这外来势力指的是谁啊 嘿嘿 揣着明白 你这装糊涂 你猜啊 嗯 印度 你们龙家办庆典 他们可没闲着 最近好像一直在边境上增兵呢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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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三如果敢轻举妄弄 我们解放军的滚滚铁流会在三天内屠成新德里 引马太平洋 好像嘛 不喝海水吧 Propaganda 夸张你懂吧 嗯 那肯定是日本 日本最近明确说要协防台湾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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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日本啊 量级不够 往大的猜 俄罗斯 他们可占领了你们一百五十万平凡公里的国土 要说世仇 老毛子还第一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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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俄罗斯啊 是我们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习助习教导我们 印评指出 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 守望相助的好朋友 京城协作的好伙伴 哈哈哈哈 就算被捏千百遍 我仍带你如初恋呢 儿子党对俄爹 无怨无悔啊 诶 什么儿子党啊 小新头不血流 白头鹰啊 变成红头鸭 百年党庆 让我们回到激动人心的1921年 共产国际的职位委员马林来到上海 给参加一大的每位代表一百五十块献大洋 从此 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诞生了 你看 一百年前的一百五十大洋 巨款啊 诶 停停停 习大大让我们学习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 哈哈 没有这样的内容 那是因为这本书是由习大大亲自剪贴 亲自图改的 哎 习大大教导我们树立正确的党史官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1929年 武装保卫苏联又是怎么回事 刘国成业界因率领红河赤卫队 协同苏联进攻国民政府的张学良部队 这不是儿子党和额爹的历史铁证吗 树立正确的党史官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哎 我发现着你们龙家的大秘密 啊 啥秘密 从儿子党和额爹的关系 到你们党战中的马恩列斯毛的排序 中国最大的外来势力就是中国共产党 啊呸 去他的韬光养晦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外来势力啊 有 且只有一个 就是你们老鹰家 血肉长城 头破血流 感觉不辟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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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的宝颜不知无议 知见不到 万安不义 能 payments 哈哈哈 oded MINI 德 G G